不仅仅是把建筑当成一个非常抽象的 一个物体来说吧 这是我们另一个项目 它也像山 它也有水 当然这个水是我们景观做出来的 但它给人 我觉得 给人一种层次感 在这种 也是我们 为什么接受这样的项目 这个也是一个 新的城区 也是要建CVD 然后也建大楼 然后边上我们 在这个地边上就西萨佩里设立了新的双塔 然后因为这个业主非常喜欢 其中过的双塔 觉得这一个楼成功两遍太厉害 然后 它要做 但是我们 我们想 这种CVD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说跟实际的人没有关系 没有这样的空间 没有这种桥和平台和流水和这人互相能看到 能相见的这种空间 我觉得 那在大的这种建筑 大的建筑中呢 或者大的建筑体中 综合体中 找到这种 能找到这种 片段 和这种让人能有 试图我制造的 以景观为中心的这样的点 然后在这些点 让人跟建筑跟环境有一个共鸣 所以我其实放对这些 是想 是想说 可能成功 或者也可能不成功 但是呢 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在 大的建筑中 或者说 所谓的 就是高密度的城市中 去 去 去尝试 因为在大的建筑中 我们总是讨厌大建筑 因为大建筑 觉得富人性 因为我们说 这个 一个楼很高 跟我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政府 或者一个有钱人 他要建一个纪念碑 所以他建这个东西 但其实 从另一个角度讲 这个城市 从共享 从 开放性 从这个 密度 其实 可能这个 未来的高密度 在亚洲 都是逃不过的 尤其在这个 城市里面 所以我想 当时 如果 其实90年的时候 中国曾经提过这个概念 就是山水城市 是当时 是中国刚刚现代化 在盖这种 有点像 刚才我放 阿姆斯兰那种 方和的 现代建筑的时候 当时也有人提出 做回古诸风貌 然后 加非常 视觉化的 这种传统的东西 然后 山水城市的概念 最早是 潜学森提的 然后当时 建筑界也有讨论 他的提法 其实非常简单 他就说 难道我们 未来城市 就是这样吗 就是这种 灰的方和的吗 或者就是 变成芝加哥吗 那是什么 我觉得 他也提到了很多的 从杭州啊 从古典的城市中学习 老的北京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呢 如果 这种人和自然的 而且上升为一种 精神的 因为北京城 它漂亮 大家爱北京 它不是只是树而已 它景山 北海 它是景 一个园林 大家说 它是这个 文物 它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花园而已 它是有一定的 精神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既然 能在不同的尺度 小到一个 盆景 大到一个城市 能做到 我觉得在 我们应该去 考虑 现在的 高密度城市中 如何能 达到同样的境界 我觉得这个 是直面 今天雅人和 我们城市的问题 的一个 这是我最后一张图了 这是我们 三四年前 的一个想法 今天看起来 一会儿 稳定的 我们下一个 可以 谢谢大家